公益教育学院学生将有机会在一项新计划下接受人工智能培训 公益教育局和国际科技企业英伟达展开为期三年的合作 多达2000名学生将受益 这项计划也配合我国的人工智能战略 在2030年前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方案 英伟达公司会培训公益教育学院的讲师来为学生授课 公益教育中区学院也率先设立培训设施 让学生同一些公司合作参与实体项目 他们将能帮助中小企业开发人工智能方案 或落实数码化工作 英伟达表示 未来还可能聘请这些学生到公司上班 这些职位空缺包括市场营销、销售和技术工作等 优优独播剧 还是您可以�活 每日文所以